一個3-2區域防守 那段時間的防守確實幫助我們擋下太陽的進攻 然後特別是解決了他個人在整個 不管是high peak and low 或是high peak and low 的進攻籃空 這個問題我們把它解決掉之後 降低到我們在進攻上的一些命中率跟效率 然後確實把握了每一波的防守跟籃板之後 做到蠻多的轉換快攻 然後去做到一些三分的投射 那我覺得這是比賽第二節改變最大的部分 也是我們可以領球蠻關鍵的地方 我想我們下禮拜練球還是會去把 這場比賽好的play或壞的play 我們會再透過影片 然後再跟球員開會討論 然後做到一個修整 那當然我們目的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持續的贏球 然後能夠把我們現在目前還迷在聯盟第三的位置 我們希望能夠去搶到更好的一個名次 我覺得一開始真的我們好像好幾場 就是開局都好像滿不順的 然後這可能我要去改變或是加強的地方 因為畢竟如果遇到中性的孩子 這樣開打 這樣我們之後會很難追 然後我們第二節真的就是 大家都 感覺熱開還是跑開 然後就是 攻得越來越順 然後大家就是 都沒在怕 就是今天做到最好 好 心情其實就是 我一樣是平常進去準備這場馬賽 然後就是 剛剛想 雖然他是我的緊張家 但是我們這個禮拜的設定跟訓練就是 一定要決心把他往下 然後我覺得 就跟坎晃講的一樣 其實這場學會有點慢的 那 第一節玩之後第二節 有機會是跳得回來 那我覺得 然後下一個剛才會打一次 我們一定要全力求助 我們就在運動 其實我沒有很care 因為就只是一個步驟 那我一樣把 那個 Coverse專機要全力上 然後把教練設定能力做好 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是自然裝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自然裝